彰化一家占地百平的水产餐厅 超高CP值的浮夸海鲜 成为当红的打卡餐厅 七年级老板本身经营的 就是进口海鲜批发 他常常被外人误会 说他一定是富二代 才有雄厚的资本打造水产王国 年轻的老板夫妇其实是白手起家 过去在大陆做服饰网拍 因为资金周转不灵 才认赔回到彰化老家 并且开始接触水产买卖 老板说前两年 业务一家一家地跑 真的是比半砖头还难赚 最苦苦的时候 太太为了省钱 每天跑鱼市场 结二手的薄力龙香 还好日子再难熬 靠着不认输的信念 咬牙撑过 总算苦尽甘来 新鲜甜 口感又好 又便宜 对啊 冬虾啦 虾子啊之类的 对 因为食材新鲜 然后料理对味 清蒸的方式的话就吃得出来 对 因为它就是你看得到嘛 它是火的啊 然后到现场就是 透明化的料理的方式嘛 前一刻 火体超市材献血献点 下一秒 窗明激进的全通名厨房 主厨代客料理 随即亲自上阵 代客料理的龙虾嘛 客人还是喜欢龙虾 龙虾我通常都建议客人做清蒸 要不然就蒜蒸 因为这两种比较能吃得到那个原味啊 料理博士顿龙虾蒜蒸或焗烤 其实只要食材够普鲜 细致调味后都算没压 而肉质细嫩脆滑的 甚至直接做刺身也不为货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它是用那种避风扛式的做法去料理这样子 CP值高的话 因为它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鲜 可以去浪厨吃饭的料理 然后像这一锅 那个龙虾海鲜粥的话 它的虾非常的饱满 然后非常的平价 这一锅也差一百 一百处左右而已 来 倒数一分钟 没结单啊 已经又结束了 两百九 最多只能加二哦 占地上百层的餐厅超市里 党支持的异于校长奸壮中 青年杰年轻老板娘 就是最受粉丝怀迎的水产直播主 对不少彰化在地人来说 蔡英邦夫妻俩的水产王国 既风华绝代 却也难免遭忌 总被形容太过梦幻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可能就是家里出钱啊 出资啊 或者是都会觉得说 你可能就是做水产的二代啊 类似这样子的啊 可是其实都不是啊 他们有时候我也很难地解释啊 会被当作富二代王子 其实还真不是没道理的 毕竟仓库冷冻设备 养支持 无一不是动辄千万的豪舍成本 加上每批空运来台的海鲜 每笔少说数百万起跳 眼下的水产江山 年营业额近两亿 但却是蔡眼帮以外人 无法骨粮的八年 气早出来的 原则上一个礼拜 就都卖完了 不会像 现在已经都空了啊 比如说一千只两千只 我们差不多都是 一个礼拜就没了 我们这礼拜进了三千只嘛 可能到明天就没了 明天会再进来新的 他就告诉他 有时候他没有四十只的 蛊龙鲍鱼一王蟹 活体空运唯一能投靠的 除了设备就是经验 水质水温酸碱质 往往轻易把就动全身 有系统的问题 循环系统的问题 你有时候用不好 整池都死掉啊 真的啊 真的 还有遇过停电啊 像几年前有一次 大停电 没注意到 隔天来死一堆 都是亏损啊 比如他进来打开 可能他在运输过程中 可能就有很多死亡这样子 也有这种问题 运输的责任 运输的责任通常贸易商 会承认一部分 那其他的还是要我们自己承担 对蔡眼帮来说 风险高的投资生意 并非是陌生的 八年前还没跟妻子结婚时 小两口就已经在大陆 做过服饰网购 曾经公司的经营规模 足足养了七十多位员工 可惜后来败在资金周转不灵 因为那边费用也越来越高 就成本上越来越高 然后再加上可能 我做生意的缺点就是 赚的都想要在 一直不断地扩张 对 一直投资 所以就是因为又投资 所以后面就亏了一笔钱 因为赔了钱 从大陆辗转回乡的那一段故事 对蔡眼帮来说总是不体面 当回到老家 因朋友的介绍做起白虾批发 刚开始更是令他泄气 其实我一开始做 前半年我是真的会放弃 因为利润太差了 就是批发一盒虾子 赚十块二十块的 对啊 我觉得那时候都想说 我都常跟我们业务讲 不过跟我太太讲说 这个比搬砖头还要难赚 真的 刚入行时 既没人交又没人带 在水产批发这个 年龄层普遍资深的行业领域 当年不过三十的他 根本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实在无从拼起 白天土法练钢 业务一家一家跑 入业后又只好搬出老本行的能耐 把富士换成仙虾 放上排卖平台 以前这个方法我也不会 就是我看 好像同业都是这样做 真的啊 对 后来我就想说 人家这样做我就试然看 我发现这样不对啊 因为你去找他 他也不一定需要你啊 然后我是因为开始架构 网路平台的时候 人家来找我的 就是后来就变成一堆人来找我 倒数二十五秒 倒数二十五秒 我跟你讲真的很紧张 因为呢 卖越多 聊越多 店长都没赚 他很不爽啊 聊越多 想想六七年前 刚卖海鲜的头一两年 菜眼包其实是无几可失了 不过当时海鲜网拍 直播的战国时代才重要起步 对手屈指可数 论卖水产他是菜鸟 但论经营网路 两夫妻可就无需让步 对啊 有好几次很忙的时候 像中秋或过年很忙的时候 他都是收单说要早上 我好几次我自己累完 回去洗完澡就睡了 然后我早上六点起床了 我看他还在收单 我说我都起来了 你怎么还坐在那里说 他就说我还没收完 我看他已经快哭出来了 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料到说 原来过年会是这么大的一个订单量 我记得我好像有三天都没有洗澡 是真的 因为我就是一直起床接电话 弄订单 然后要再去动库帮忙捡货 然后出来已经晚上了 然后赶快把货寄掉 还有会遇到自取的客人来 若真要细数那些来时路的坎坷 占据大脑记忆体最多数的 或许不是三天三夜 无法洗澡这档事 潘丽倩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是那段天天跑鱼室 捡保丽龙香回家 白洗千帅的日子 例如说像 商画的那个山明市场 也是有一些鱼摊嘛 那可能会有一些鲑鱼的箱子 就丢在外面 我们就是 他们收摊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捡回来 然后网路寄货需要有纸箱 那我们就去 要求我们附近的Saven就说 你们那个箱子 可不可以都给我 我们就每天去要一些这样子 从批发超市网拍 在跨足盖餐厅 卖鞋子料理 一条龙式的多角经营 蔡远帮美情名总说 就是因为失败过 才得学会分散风险 但当前的亡国版图 何尝不是另一般 旺盛企图的体现 我八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嘛 而且都是我妈一个人 把我们三个养大的 那你说家里环境好不好 我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我好跟不好无所谓 对啊 我只是 我就觉得说我 如果想要拥有很多财富 那我就自己去拼 美傻的孩子跑得快 命好终究是自己拼来的 这是亘古不变 老掉牙的励志真言 却也是谁产小子 便大横的致富名言 所以很多人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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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